这个就是出口马来西亚的乘机动车组 它是中国的高科技与马来本土文化的一个完美的融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的外形就和马来人非常喜欢的马来虎一样 红黄蓝相间的颜色也表达了热带雨林热情奔放的气息 列车的室内设计也大量的采用了具有马来特色的 包括这个圆弧的棚顶还有这个屏风以及棕櫚越等本土的文化元素 那么这一节就是专门为女士设计的女士专用车厢 这款列车按照马来西亚印尼轨距设计最高时速为140公里 与国际同类车型相比 这款列车每年可省电2万千瓦时 上车时其动能回收率超过95% 每次停车可产生40千瓦时的电力并回馈电网 而首创的米轨动车组轮盘制动系统还申报了国际专利 能使跨步小的列车弯道行驶时更加平稳 它是应该代表了中国最高的一个水平 它基本上都是满足了相应的国际和马来西亚的一些法规技术标准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动车组 这次出口动车组共38列228辆 是我国迄今数量最大的动车组出口订单 两年时间全部交付 最大载客量超过1100人 这些列车将服务于以吉隆坡为核心的城市群轨道交通路网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江作汉分析 动车组全部投入运营后 吉隆坡的列车发车间隔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为7.5分钟 同时他认为城际动车组因为运量大 公交化特征明显 适合城市群之间的运营 与马来西亚一样 湖南的长柱潭三加五城市群发展 也是以城市组团加轨道连接的模式运作 相信湖南的城际轨道建设 也将美市民提供更大便利 马来西亚这个我们的这个区盗的这个 吉隆坡的建设还在发展着 所以呢我们肯定呢 会有更多的机会